使用Mejourney如何在尽可能不改变人物的情况下 进行连续性创作 实现人物换装又或者龙胸美容改变身材等操作呢 这个视频讲三种玩法 让我们一步一步深入 玩法一 SEED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什么是SEED 用中文翻译出来叫做磁肌种子 为了给大家解释明白 我们先来看一段程序 我知道你看不懂不过没关系先别走 我会用最通俗的语言来告诉你 上个学的人都能听得懂 这是一段很简单的python程序 这里面定义了个函数 用一个随机种子去生成一串随机数 从运行的结果来看 同样的随机种子52 运行随机函数得到的随机数 竟然都是一样 都是同样的一串数 35 7 93这一串 但是如果随机种子是一三一四 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了 我们还可以把这一串随机数改成是20位 再运行一次也同样的看到前十位数字和之前的 是一模一样的 这是我用Mac电脑运行的结果 如果换成Windows 结果也是一样的 更神奇的是 任何人任何设备任何时候 只要是同样的随机种子 运行这段程序得到的随机数都会是一样的 这就是随机种子的力量 同样的 Majorning关键词是能图像的过程 也有一个对应的seed 更准确的说 Majorning使用这个随机种子 来创建第一个视觉造成场 而这第一个视觉造成场 对后面的结果影响非常的大 比如我们给Majorning送一段关键词 这个过程中就生成了一个对应的seed 我们可以通过发送信封的方式获得这个seed 点击添加反应 输入env 然后就有一个信封 点击发送 一会儿就可以收到有seed的内容的消息了 接下来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在刚刚的命令中添加这个seed的值 再生成一次图像 会发现前后两次的结果竟然是一模一样的 竟然没有一点差别 说明同样的关键词 在锁定seed的情况下 我们的图像也是唯一不变的 如果不加seed 很显然结果会完全不一样 但是有时候原始消息会被删除 导致发送不了信封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进到后台的网页 找到你需要的图 去copy一下这个job id 然后在discord里通过show命令 就可以让他们把seed发送给我们 从Majorning的手册里 我们可以看到 使用相同的种子和类似的提示时 得到的结果也是非常相似的 有了前面的知识铺垫 我们就可以进行人物换装 龙胸美容和改变身材 这操作了 我们把原来提示之中的黑色外套 改成白色的 并加上seed值 就可以实现衣服的变换了 从结果上看 人物还是非常的相似 并且衣服产生了改变 同样我们也可以生成一个亚洲的女孩 然后再让亚洲的女孩换上白色的外套 或者更多颜色 比如黄色和红色等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了人物的换装 玩法2 电图加seed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在这个视频里有讲过 Majorning的内部机制里 有一个自带美化的效果 明白了这个机制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人物上直接贴上衣服 实现人物换装 还是这一个人物 我们让他穿上这件衣服试试 首先我们在discord上通过describe 给我们描述一下这件衣服 然后找一段比较合适的 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把这个人物通过ps稍微处理一下 通过内容识别把原来的衣服去掉 再把这件生米色的马甲直接放上去 打出来传给discord 然后获得链接 然后我们把刚刚提示词中的黑色外套 改成这件生米色的马甲 最后我们最终的提示词就是这样 垫的图加原有的关键词 加衣服描述 加上seed 最后输出结果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美女真的穿上了这件白色的马甲 如果觉得这件衣服还是不够像的话 我们还可以对衣服进行更多的描述 再修改一下 成片结果就可以成这样 这件衣服就非常像我们之前垫的衣服了 效果非常好吧 这里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生成的图 不能跟我们垫进去的衣服一模一样 这也是米军领的制造美化机制造成的 米军领能够自动用换核修改不写掉的族形 从而让它们变得更加完美 但是这也给原图的修改和微调带来了难度 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人物进行结合 可以看看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这张图里我们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人物的身材也根据我们垫的图产生了变化 但是好像变化并没有这么明显 这是因为两个人物的肢体差别太大了 我们去找一个身材不错的美女 但是姿态尽量和之前保持一致 同样按照之前的方法把这两个人物进行结合 就可以实现人物换装和龙胸了 最后我们改变后的提示词是这样的 得到的结果如下 这边效果相当不错 既实现了人物换装也达到了身材塑造的完美效果 最后我们在放PS里把衣服改一下原色 用一个字形容就是完美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通过PS修改人物的衣服颜色 我们先把原来的图层删掉 好这个就是原来的衣服颜色 首先我们需要把人物的衣服选择出来 这个马蚁线就是我选择出来的衣服的轮廓 然后我们这时候添加一个纯色图层 我们可以在上面改变颜色 但是很明显我们这个颜色看不出轮廓和阴影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把这个图层改为正片叠底 改为正片叠底之后效果还是不明显 还是显得太暗 这时候我们需要添加一根曲线 这根曲线的范围也是作用在这个衣服上的 所以我们先编一个组 把这个蒙板放到这个组上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添加这根曲线了 曲线添加之后我们点击这个小手 这根手指 我们在中间部分点选一下 然后往上拖 我们可以看到这根曲线在变化 好这根曲线就修改完成了 我们双击这个纯色图层 你看就可以修改颜色了吧 我们偷动这个颜色的滑坏就可以选择一种 自己需要的颜色了 感觉这个颜色还可以 有人可能会说 为什么不用Majurian再改一下颜色 我想说的是Majurian能够帮我们完成 99%的事情 但是有1%它始终完成不了 我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 再进行调整和修改 反法3 电图加Remix Mode或者Seat 我们给三张图 获得链接后加上关键词 就能实现同一人的美容 浓胸 换装等操作 提示词我整理到这里 输出来的结果非常好 保持了人物一致性的同时 衣服和身材都得到了相应的变换和改变 同样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细节上的调整 修改方法就是通过混音模式 在Discord里输入Setting 找到Remix Mode 打开即可 然后我们找一张喜欢的图 点击下面的V 就可以弹出关键词修改界面 比如把原来的海滩改成在花田里 输出的结果就可以看到 几乎只有背景发生的变化 人物和造型都是保持不变的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V5版本里的Remix Mode 只能修改图像的微小细节 不能做出太大的变化 比如我们要把这件泳衣改成风衣 输出结果来看 虽然衣服有所变化 但是效果变化的非常小 看不出来是风衣 如果我们确实要改成风衣 我们就需要重新生成 只需要把原来的泳衣改成风衣就可以了 可以看到换装已经成功了 人物和之前也有一定的相似度 同样通过混音模式 我们可以对人物的头发进行修改的 有人说我就是想尽量保持人物不变的情况下实现大改可以吗 答案是可以的 这也是我们的终极方案 我们依照前面的讲解 获得这张图提示词的seed值 然后把原来的提示词加上seed 最终我们的提示词就会修改成这样 其中括号里就是填你需要的衣服 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无限变装了 下面是欣赏时间 注意里面的人物几乎都是一样的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同一个人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彭导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可以关注和订阅我 下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 谢谢